当然民众在口罩上面的心情是可以理解 可是有提醒大家好不好 不要等到这波疫情过了之后 家里几时的口罩堆在那里对不对 可是赵少康的说法 到底叫做知识栏还是没知识 其实我观察 这一段时间 我综合整理了 而且有一个集中管理的一个结论 台湾总有一批人 我姑且叫他们范伟奇们 或者赵少康们 我等一下会叫一个成龙们 他们这些人呢 当初骂不该的也是他们这批 现在骂该的也是这批 比如说我们口罩不够 他说你口罩你为什么不送到中国 千里送额毛啊 理清情义重啊 对不对 骂的是这批 那后来现在骂了 你口罩为什么不够 也是同一批人 然后我还看到又说 明明是中共 把我们的台商或台胞 当做台胞 台湾是中国的一神 所以他是我们的人 所以不能够让你 用国与国的方式 像美国啊 像其他国家 把他们撤回去 所以一直扣住 结果是后来我们这边交涉 才撤回来 可是当初 偷骂我们政府的 你为什么不像美国 把他们撤回来 你去问中共啊 对啊 是被扣住 也是这批人 后来知道了 就不讲话了 然后国安会议早就开了 第一时间就开了 他现在还要 就说你为什么不开国安会议 在那边叫站 国安会议就开了嘛 对啊 所以就说骂该的也是这批 骂不该的也是这批 那我说这些人啊 你们看不到很多事情啊 你忙不说还眼忙 就是这批人啊 他只能没看到就说 中国为什么爆发这一次 这个霍言国际耶 对啊 我跟你讲 现在中国大陆 只剩内蒙没有受到 没有中标耶 西藏都有了耶 然后那个大家爬爬灶 整个散出去 然后封城封一个又一个 又一个再一个 那个中南三院士 他从1月30号就预警啊 说未来一周到10天是高峰期 我看到2月3号又预警啊 也是两周内达到高峰期啊 没有特效药啦 一直预警下去 你就看到中国大陆 而且很多的 即使他们这个 限制这个网络活动 可是他们尽量的翻墙 这写的非常多 非常感人热泪的文章 不能一一引述 但是我们注意到啦 这些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这批人 他们怎么会 没有看到中国大陆 我譬如说举例 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爸爸被送隔离了 就他在家里 六天活活被饿死 对 这些既是台湾人 又是中国人 其实是中国人这批人 你们要骂不人道 你们要骂草菅人命 你们要用这个 破口蛋罵的方式 什么都骂 你为什么不骂中共 还有就是说 一个女儿 在武汉社区大呼小叫的 用他们的那个武汉的 很浓的那个墙 香音 还要配上字幕的 才看得懂 那也被传出来 他妈妈在家等死 为什么 他们送到医院去 大牌长龙进不去 然后 即使进去了 没有病床 对 而且说是免费 可是锁了高价 所以要回家 回家只有等死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就说 有一个中国大妈 我真的很佩服 不要命啦 跟你拼 要你这个政府干嘛 在那破口大妈一拼 你们这些人好厉害 同一批人 你不会学学中国大妈 还是连中国大妈都不如 所以当他们去评论 或是说去解析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拿我们 台湾的政府开刀 注意 我矫正我的这个语病 中华民国政府 对不对 我们也要表述一下 所以他看到口罩也是问题 然后口罩支 口罩中的 那口罩说不够 不够 为什么不送去 这个也要解决 他想用骂 然后那你为什么幼儿园 怎么样 那怎么样又怎么样 怎么样 当初不是要把口罩送出去吗 就拼老命在弄 而且我们现在防疫是滴水不漏 我觉得我们台湾防疫 足以为傲 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对 其实我们也要一些口罩 小孩子被 要上那个补习班 我老公要去做节目 然后归定要带两个 对 大家的 你会不会觉得 大家的那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怨言 但只是说 那想办法嘛 那 你就看到这些人 他们绝对 我在猜 他们看到那个 把我们挡在WHO门外 那个秘书长 舔贡的秘书长 那个外国人 他们绝对没有感觉 他们看到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不是 不是很棒吗 你们好龙兵不是有做过 红十字会的秘书长吗 对 对 那当湖北的 你们老想啊 你们湖北的红卉 去撕藏那些口罩 害得协和医院 我们有报道 协和医院的护士医生 他们过什么日子 包尿布 因为他们防护衣一脱 那个防护衣就耗损了 对 他们拿那个什么宝特瓶子 什么一些那种 涂把链钢的方式 自己做顾目镜 没有护目镜 没有口罩 结果我也是看资料 所谓的 红卉 他们接受的 金额是3.6亿的捐款 物资是1800万 口罩是190万个 他们只送出出予20多万个 我 採取的是当天的报道 协和医院的医护 只得到3000个 夸张 3000个什么概念 你汪小飞 还可以从我们台湾 强烈的剥夺感 从我们这边的厂商 出去1万个 你好棒棒哦 你怎么不直接送 送达协和医院 你送的会比红卉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乱象 我也觉得就说很离谱 他们看到那些什么 八个中国的吹哨医生 前铺后继的 从12月中开始 就预警了 因为他们诊疗的时候 有诊疗到 就是现在我们确诊的 这个 定名的这个武汉肺炎 那个很长的我就不讲了 就什么两份红头文件 然后一路下来 连BBC都去采访 他们20天 中国人在搞什么 他们有两个字代证 无政府状态 地方下级的官员要等上级 要等上级授权 而且中间警察 警方还去抓这个所谓的 那个李一位李医生 李文亮李医生 他突然也得了 你知道吗 还叫他写训诫书 哎呦这些 你们也不看电视 也看看网路吧 网路上那个历历在目啊 你们无敢啊 好会骂 然后我们台湾还出了 两个政治人物 一北一南啊 南有台湾火神山的盟主啊 韩国瑜啊 北友大喇叭 台北市长柯文哲啊 我觉得就是说 你会觉得就是说台湾 我就说台湾 这些人是不是 我不是讲两位首长 我是讲当初 就是我刚定名的那批范伟奇们 跟成龙们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 想要台湾再重蹈 17年前SARS的那种场景 让你们有足够的题材 主持节目上电视 破口大骂吗 按着什么心啊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说 成龙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看成龙 那时候觉得好棒棒哦 就成几何时 你这样心向中国没有关系 各有各的选择 各有各自的依靠 各有各自的生存的 这个导向嘛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赚台湾的钱 他们到中国去赚中国大陆的钱 他在春晚的时候 春晚那个场景真的很荒谬 比湖北的那个还在 还在什么 喝春酒那个还 你夸张 你这春晚加进去一个桥段 我们为武汉肺炎 送诗啊 我们送一个 应唱一个武汉肺炎诗 天哪 加油啊 一户人呗 那我觉得无可厚非 结果成龙是唱一个霍元甲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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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晓得 但我看了他们中国大陆那些真正的人民 中国人民他们写的那些词句 那个词句 他们说因为霍元甲这首歌里面有哪一句 我们的国家 问我国家哪项染病啊 中国都已经哀鸿遍野了 还问你国家哪里染病 这些人呢 他们不觉得中国有病 他们处处挑台湾的毛病 我们这些公务员 我今天不是在任何党派立场上讲话 我刚刚仔细听那个红露 红露苏贞昌的嫡系子弟兵 他也不是站在 他是苏贞昌嫡系子弟兵 用红尘黄绿蓝电子在讲话 我们就观察嘛 台湾干成这样 这些公务员 还有那个口罩工厂 你以为六块多啊 穿捷期间你把人家什么工人 什么物流啊 什么运输人员找回去 你不用给人家加班费 你不用加费给人家加班费啊 你没有成本概念啊 不然你要几块 但是我最后讲了澳洲 不是澳洲澳门 澳门就先前他有一些可以 给我们施法的很快 1月22号 那时候武汉疫情大概21号左右 大爆发他们先扣下了 订了2000万片的这个口罩 指定料局 然后一定要身份证 10天10片 等于说一片3块多 3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不能说是 哦 说我们的下防疫玩风啊 超完美啊 我们不敢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觉得很感谢了 但我希望能够做的 就是说 好吧 你们要100分 我给你1万分好了 如果是真的是要这样的 那我们只有请我们的政府拼命吧 嗯哼 而且刚刚光行有特别提到 中国的一些乱象 包括了中国的红十字会 爱心居然变黑心哦 这真的是有过夸张 就让我们的帮助 凶 他们的父母